香煎无咸草,会用就是宝。 在农村有一种珍贵的野草,人称剑血青,听到剑血青这个名字,很多朋友第一反应就是。 它肯定是一种与些有关的草药。 事实确实如此,喜欢植物类视频的朋友们,请加个关注吧,谢谢大家支持。 剑血青为蓝科植物,卖羊耳兰的全草。 有些地区也称为,立地好,茅瓷菇,献血莲,走子草等,是被子植物门单子叶植物缸。 蓝科羊耳算数多年生草本。 形态特征,剑血青根状金发达,须根多,褐色,夜软形至长圆形,线端渐渐,全圆。 既不稍棚大鼓出,硕果仿锤形。 生长环境,剑血青长生于西边,贯从,林园及山坡贵业林下。 主要价值,近年来随着市场需求扩大,野生的剑血青越来越少,有些地区也开始种植剑血青。 价值虽然没有野生的高,但也带来了经济效益。 剑血青植株小,叶子绿漆长,因此还可以用作盆栽,放置室内或阳台上观赏。 因此也有很高的观赏价值。 据民间常用草药汇编所记载,剑血青全草均可入药、微苦、清凉,在夏秋季采收后,先用或切断晒干使用。 在很多古代遗书中,都记载了它的药用价值。 可见其药用历史值悠久,是我国民间常用的中草药。 有懂它药用价值的朋友们,欢迎在评论里留言补充。 好了朋友们,剑血青就介绍到这里,更多植物介绍持续更新中,谢谢朋友们关注与支持。